石门区在先前与其他的地点设置智慧公车站牌 但是在白沙湾游客中心路口的地方却没有设置 因此今天上午在市议员蔡叶伟也举办了会刊邀吉市府交通局 区公所、北关处还有里长等单位到场讨论之后 决定会在接下来的风筝节前夕将智慧站牌设置完成 给等车民众及时公车资讯 来到石门区白沙湾这里每到夏天就是满满的汽水人潮 许多民众也都趁着这个季节来这边消暑 但是来到白沙湾除了自行开车骑机车之外 另外一个最方便的大众交通工具就是公车 里长说石门区在先前与其他地点 例如石门洞、草里等地都有设置智慧公车站牌 但是在白沙湾游客中心路口却没有设置 因此今天上午在施议员蔡月威的帮助之下 也举办了会刊 希望我们交通工具赶快把我们做那个自卫型车站牌 给那个游客比较了解 要比较能够得到这个资讯比较方便 因为这里游客人潮很多 大公车的到淡水捷运的 大部分是做这个我们公共运输的 希望政府能交通局能赶快把我们实现 里长表示在四五年前里长向市政府交通局争取在白沙湾台二线道路双向的公车站点 设置后车亭 让民众能够有遮风避雨的后车环境 而现在也希望增加设备 对此事议员蔡月威也说 时代在进步 有电子化的公车资讯及时看板 更能够让等车民众及时了解公车到站时间 而这也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积极推广的便民设施 那我们虽然有后车亭也都有电源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独缺这种智慧型的公车到站资讯 那让民众尤其是山上这些老人家 他们有时候不晓得可能在这边一等 可能等半小时等多久都不知道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这种智慧型的这样一个到站显示的话 那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来一班公车几分 多少分钟以后就会来就会到站 那这样民众他等了 比较有一个时间的那个概念 议员表示 由于在石门区其他地方所设置的智慧站牌 有太阳能供电数位化及时供车资讯 而目前在白沙湾北关处这一站有台电的电源 因此在今天邀及市政府交通局区公所交通部北关处 里长等单位到场讨论之后 决定会在接下来的风筝节前夕 将智慧站牌设置完成 给等车民重急需的公车资讯 记者许端一徐门采访报道 bestimmt账之后 识许扬 好的 占 г��